欢迎收看有评有据看台湾 看数据 看民意 看趋势 看未来 大家好 我是王时期 带您一起掌握台湾政坛的大小事 在这个礼拜当中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这件事情 引起了全球的高度关注 没想到在台湾竟然也讨论得非常非常热烈 到底美国是不是一个可信的对象呢 在台湾有很多人有不一样的意见 但是美国总统拜登 在最新他出面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说其实比照北约盟友的等级 台湾的安全他们是绝对承诺的 就跟日本还有对韩国的承诺是一样的 这样子的说法能不能够消弭 外界对于美国不可信 这样子的言论的一些疑虑呢 今天可以好好的来讨论 另外国内的疫情仍然是持续的稳定了 连续好几天了我们都是 压在各位数的这个确诊数 那所以接下来每一个人的防疫工作 仍然是要持续的这个加紧 但是在这个时候能不能够增加 我们疫苗施打的覆盖率 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国产的疫苗高端到现在为止 仍然有非常多质疑的声音 甚至有些县市他们的议会通过 说我们这个县市是不打 没有经过国际认证的疫苗 也就是换言之不打这个国产的高端 这样的行动到底有没有约束力 今天也可以好好的来讨论 赶快来介绍来宾 首先欢迎的是民进党的立法委员赖瑞龙 17号 大家好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李明贤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徐千惠 17号 大家好 好的 节目一开始 我们要请我们的大数据专家 Solar Media的董事长王立杰 来跟我们分析在这个礼拜当中 网友们最关注的几项话题 好 那从这礼拜原秉图可以看出来 终于变成三分天下了 因为不再是东京奥运一直独秀了 那这一礼拜的第一名的话 变成了疫情跟疫苗 大概占了37%左右 因为大家还是会有点关心 疫情现在疫苗的状态 例如就是高端预约 终于开始了 而且开放了20到35岁的人 也可以预约 所以一些年轻人非常踊跃的开始 想要施打高端疫苗 那这当中的话 当然就是所谓自由选择的概念 在这边产生了 不过在反对党这边的话 也提出了是没得选择吧 因为现在疫苗的互存量 其实是不足的 其实只剩高端给打了 那这当中 当然还有联亚的部分 联亚主要是因为 紧急授权没有通过 那股价开始下跌了 大家也是有在讨论这件事情的 那这当中的话 当然就是还是有一些 所谓的防疫政治的口水战的部分 那最后的话 当然还是关心 所谓现在疫情的现况 像是花莲的旅游团 还有栖息出游的确诊的足迹 大家还是很关心说 会不会又发生了 不可破绝的破口 对这个大家都很担心 然后所以 所以你的口罩要给我带吗 还要勤洗手 那所以这当中 疫情跟疫苗的话 主要的子异题就这些 那第二大主题的话 当然就是国防外交 其实最主要专注在 阿富汗相关的事件 那主要的话 就是塔利班跟政府军相对的 一些消息 大家非常关注说 现在塔利班到底的状态是怎样 那还有他们释出了 所谓的穷犯 还有释出就是女性的名单 因为他们对于女性的压迫 可能是大家所想象当中 这么的严重 对 那其实还有爆发所谓逃亡潮 因为大家觉得说 在塔利班的政府的状态底下的话 可能一般民众觉得说 赶快要逃出阿富汗 那个画面看得上人好害怕 好心酸 是 没错 而且大家都非常争先的 就是搭上飞机 那1949的话 当然就是 除于在国外的政治当中的话 也被引入了台湾的政治的攻防 因为变成一个重要的素材 像是朱立伦就是有讲说 如果没有1949年的国民党的话 就不会有今日的台湾 那也引起了一部分的争论 所以正反两面的争论 其实都是有的 从阿富汗引申到台湾的情况 对 台湾从来没有这么有国际观过 以及就是今日阿富汗明日台湾 大家开始有这样的警示 那当然反对跟执政的话 他们各持有不同的态度 那另外一个第三大议题的话 是东京奥运的部分 那还是有 持续延续 是 还是有一定的量 主要的话是关心其他的国际赛事 那苏迪曼杯的话 其实是这种蛮重要的羽球赛事 那另外一个部分的话 当然就是选手周边故事 也是大家所讨论的话题 那第四大的话是纾困相关 纾困的话主要是专注在 免付1000块 以及这不就是消费券的一些争议 那还有人主张说 新台币其实就是最好的振兴券 那到底为什么不发所谓新台币 还是在这两方面的争论 那水晴的部分的话 当然就是这几天 这几周的话 其实都不断地在下雨 那当然就是不让水库的量 其实一片蓝 但是就是还是有一些 治水相关的话题 的确因为现在的天气 真的走向一种极端化 短时强降雨 那个伤害其实也是大的 是蛮大的 尤其是农村的部分 是 最近蔬菜有一点贵 对 算是蛮多的 对 还是希望老天爷可以多帮帮忙 好的 非常谢谢丽杰跟我们分析 这个礼拜其实大家关注的话题 看起来国际事件跟国内的事件 疫情的掌控等等 其实是三分天下的 大家都在关心 好的 我们回到国内的话题当中 的确这几天也因为美国 从阿富汗这边撤军 然后没想到国内讨论的超热烈的 大家就在讨论说 阿富汗被美国抛弃了 那台湾会不会变成跟阿富汗一样呢 关于这一类的讨论极多 那所以使得美国也不断的出来 来表态说告诉各位 其实美国为什么要 从阿富汗撤军呢等等等等 以及阿富汗会不会撕下一个台湾呢 等等等等 好来 这是美国的国务院 勃弃台论 台海和平是美国的持久利益 也就是说美国以及亚太地区的 安全和平 这件事情是符合美国自己的利益的 好来 美国的总统拜登 在这个今天 接受了他们媒体的访问 他说 勃美国不可靠说 拜登表态 台湾如果遭到侵略 美国会回应 而且他说美国对于北约创立条约第五条 这个做出了神圣的承诺 任何人侵略 或者是对我们北约盟友采取行动 美方会做出回应 对于日本南韩和台湾也一样 这根本跟阿富汗无法比较 这是第一次 从美国总统的嘴巴当中 说出来把台湾的位阶 拉到跟北约盟国 以及日本韩国一样 那连拜登都已经出面这样子讲了 这样子的承诺 是不是能够说服给大家 我想先请教一下赖委员 我想这也是台湾大概真的有史以来 从美国的总统嘴巴上讲出来 把我们跟北约跟日本跟韩国 放在一个同样的一个国际的天平地位上 这确实相当特别 当然关键原因是在于 阿富汗的整个事件在 国际跟国内也在做发酵 那我还是必须强调其实 台湾跟阿富汗是非常的不同的 这个台湾的不管是就我们的国力 或者我们的经济的成就 我们的整个科技产业的发展 甚至我们的民主化 甚至于我们的人民的整体的 这个生活水平的知识水平素质 我想都非常的不一样 包括我们甚至跟世界各国的互动 都非常不一样 那所以这两个完全不能类比的东西 如果你要把它放在一起思考 我想它是非常的不恰当的 那当然在这后面 它当然有背后它的一些 它的不同的考量 那当然美国它还是必须基于它整体 美国在阿富汗已经投入了20年 那它也希望能够扶植 他花了好多钱 非常多的钱 然后也死伤了非常多的人 这个上千的美国大兵在那边 这个死亡 所以它势必是 而且阿富汗所遇到的是一个内战的问题 它里面都是阿富汗人有不同的 所以它20年来投这么多 它也势必要有一个停船点 它不能长期的再介入到 但台湾是完全不同的 台湾有自己的军队 有自己的人民 有民主化制度 所以这样的类比是非常非常的不恰当的 那我觉得这个过程中的时候 其实是要去质疑的是 那到底谁在散布这样 这个当然最大的是在于现在 中国跟美国的利益是严重在冲突的 那当然对于它如果要影响到其他的一些国家 对于美国的观感的话 它必须不断的去释出 美国没有你们想象中的那么挺友邦 但我觉得这个是不同的类比 所以也逼得这个外交部 包括他国务院 美国的国务院 包括他的总统拜登必须出来回应 他们对确实对于北约 对日本对南韩对台湾都是同样的 这个重要性是跟阿富汗是完全不同 我觉得那还是要做区隔 一个投入20年 所以一个是在亚太之间 这么重要的第一岛链的位置 所以我觉得这个在国人应该要更清楚的认识 那至于我觉得更不好的是 国内如果政治人物去操作这样议题 那更是不恰当 台湾其实必须要在世界国 结交更多的友邦 那美国是世界的强权 所以美国日本这些关系 都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关系 那一个是中国是整天在给你军机 甚至于在打压你的疫苗取得 甚至于在断你的邦交 一个是这样的关系的 那另外一个是会你应言不过还是想骂给你 然后你甚至于还支援你更多的 那这样的友邦 我们不拉紧他的关系的话 我们去拉紧跟中国的利益 我想这个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我觉得台湾的所有政治 都应该去思考这件事情 不应该违背整个对于 台湾的对外的关系的利益 而去迎合中国的特别的意见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治的行为 而且以前都说美国战略模糊 哇现在超清晰 清晰到直接把台湾拉到 北约盟国这样的城市 而且是有美国总统嘴巴里面讲出来的 那可是呢 就是说美国仍然在整个地球上面 整个国际上面是一个强国 是一个大的国家 跟美国交朋友这件事情 显然也蛮重要的 那可是为什么 就是说在这个礼拜当中 我们其实听到过非常多的 类似的言论 就是说这是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 比如说小国政治要靠智慧 背叛盟友美国不是第一次了 台湾不会比较特别的 也就是说其实美国抛弃盟友 常常干这种事啦 台湾也不一定要交美国这种朋友 因为他是一个容易这个 毁性这个破坏自己诺言的 这样子的国家啦 然后呢他就在脸书上 Polygon一张图说 民党长说台湾不等于阿富汗 可是你看美国加越南 结果变这样 美国加阿富汗结果变这样 美国加叙利亚结果变这样 那美国加中华民国呢 他认为其实下场好不到哪边去 他觉得说台湾大概也跟这些国家的下场差不多啦 这是相信美国的话 就会变成越南就会变成阿富汗 就会变成叙利亚 可是美国就不断地出来讲 国务院也出来讲 国家安全顾问苏立委也出来讲 美国总统拜登也出来讲 就是说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明显 就是说美国官方每一个官员都已经这样讲了 这样能不能够消除你的同事王洪威的疑虑了 其实我因为我刚从国务院接受他们 跟他们交流一个课程回来 我对美国有相当程度 至少有一定的程度了解 当然包括从阿富汗甚至过去越南 甚至南韩这个事情 当然这就是历史事件 可是我觉得时空背景是不一样的 台湾不会变成阿富汗 台湾不会变成南韩 韩战那时候南韩 台湾也不会变成越南 因为时空背景是不一样 那当然阿富汗事件这是引起那么多讨论 大家是会把它类比到过去的整个历史的事件 包括美国从越南 从南韩撤军 这些相关的这些事件把它串联在一起 可是我必须要强调 第一个时空背景不一样 那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子 你也同事 我觉得第一个他也在提醒说 第一个台湾自己要强化自我国防 因为毕竟所有 当然美国 美国透过这次阿富汗撤军之后 对于拜登在国内的民调是有受伤害 拜登自己本身的民调是降下来的 那美国包括纽约时报的主流媒体 也都在讨论 你对盟邦的承诺是不是要再强化 否则其他盟邦会担心 所以包括苏利文这些 包括拜登总统亲自出来强化 对台湾的安全的承诺的保障 甚至跟北约的层级是一样的 我觉得这是好事情 对 因为有阿富汗这个危机 他会更重视 美国会更重视包括台湾 包括南韩 包括日本这些盟友 我觉得这是好事情 他也有自己的形象要顾 对 他也有需要 那第二个我说 你刚刚一直在提出说 台湾怎么变得有那么有国际观 台湾在讨论阿富汗的事情 我觉得凸显说台湾民众现在对台湾的国防安全 对台湾的主权是重视的 那在野党也要回应这个声音 就是说第一个我们跟美日关系 一定要持续加强 各种方式想尽办法 因为好朋友关系一定要更好 那对于坏朋友的部分 对于中国大陆这一块怎么样 就是降低敌意 我觉得那边一些人很好 可是我觉得看起来不太像是 国民党内主流的声音 我们内部多数想的是这样子说表述了方式 我们过去你看 可是为什么不表述出来 你看过去从马英九其实论述就是这样 好朋友继续维持有好朋友 譬如说美国 日本关系就够好 坏朋友像大陆这一种 他就专门在修理台湾的 可是他也在修理你没关系 他就拍触逼 可是你要如何降低跟他的敌意 这是双头要努力的 好朋友要变更好 坏朋友的话就说 你就不要对他这么败 稍微修 就说如何维持一个降低敌意的关系 这是有必要 我觉得国民党几位这些 不管是要选主席 或者这些意见领袖 或者这些公职人员 他们在谈话的时候 应该要多补一句 就是说 所以就算美国不可信 但是台湾自己的力量 其实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交朋友有能力就交 就尽量交没有问题 但是台湾自己能不能够成为那个 别人不可或缺的那力量 我们有没有自立自强 这件事情其实才是最关键 我觉得国民党的人可能 讲话的内容上面 能够补强台湾的主体性 我们可以更努力 这样子谈话的话 社会的接受度会更高一点 先稍微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来 欢迎回来 就在大家都在关心 美国跟阿富汗之间 还有美国跟台湾之间 关系的同时 这个要选国民党主席的朱立伦 他在脸书上po了一篇文 他的文就说 如果没有1949年的国民党 就没有今日的台湾 结果没想到这个po文 讨论度超高的 那网友们意见其实还蛮分级的 我们要请历劫来告诉我们 因为他帮我们做了一个整理 大概朱立伦的po文 网友们的反应是如何 是 那其实这当中的话 没有1949年的国民党 就没有今日台湾 因为其实朱立伦发的文 但是其实有引起 其他的新闻的效应 所以这当中的话 其实也有包含其他新闻 大家对于其他的评论 就是所有关于朱立伦 波文的相关讨论 都做了真理 没错 没错 那这当中的话 就是按笑脸的话 达到87% 那其实是蛮高的 怎么会高成这样 因为大家觉得说 不是在讨论阿富汗吗 怎么会变成1949年的国民党 大家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但是又觉得蛮好笑的 所以就按了大概笑脸达到87% 其实蛮高的 不过这当中的话 其实可以看出反对跟赞成的比例 其实也是蛮悬殊的 对耶 那反对的话达到了八成左右 那这反对当中的话 有80%又是反国民党 甚至觉得说 其实你们就是流亡国民党 因为大家回想到1949年 就是说你们不是 拜逃来台湾的吗 怎么会变成说 怎么没有 就是好像打赢了共产党一样 这样8864 等于全部的64% 这很高 是 是蛮高的 那其实这当中又有20% 就是大概16%左右 整体的16%的话 就觉得说 你们不是原本是亲共 怎么又变成反共 那到底是亲共还是反共 搞的人好乱 对 就搞不太清楚 那赞成的话 当然就是还是有19% 那这19%刚好又跟国民党的民调又有点点相似 国民党的支持度 那这当中的话就是19%里面的42%的话 有反对民进党的 那反对民进党它主要论调会觉得说 没有国民党撤退来台湾就没有现在的民进党 因为早就已经变成中共的了 那还有就是美国是不可信的啊 那明明台湾就只是美国的一个棋子哦 那怎么会说是就是美国被搞的美国搞的很烂哦 那再来的话就是没有国民党就没有台湾哦 那大概占26%哦 就觉得说就是因为国民党所以才有现在的台湾 其实支持所谓的朱立伦论调哦 就其实大家讨论超多的 很多人也回应朱立伦说 如果没有台湾你哪来的国民党还可以活到现在 就是说大家要呛来呛去 然后还有我还看到网路上面有人在依照这样的巨型造句 不断的照样造句 对没有淡水阿嬷怎么会有换柱的朱立伦 就是网友就很嘴巴都很酸可是就很爆笑 对大家就觉得正常伦领可不可以回来啊 就是其实还是有这样子的言论 是不过因为这个朱立伦他现在要选党主席啦 所以他有这样子的这个发言恐怕也不是很意外的事情 可能是想要凝聚大家的共识啊 凝聚国民党的团结的那样子的力道 对这是有可能的 是好非常谢谢丽杰帮我们做整理 不过也因为朱立伦的这个po文呢 大家讨论度其实是极为高的 那大家也都会关注到说 所以在这样子的讨论当中 是不是有不只是朱立伦有这样子的发言 就整个蓝营很多人的发言 似乎都跟这个台湾主流名义不是那么的一致喔 包括了赵绍康 赵绍康在针对美国跟阿富汗这件事情当中 哇 他发好多言喔 说阿富汗是台湾的前车之舰啊 阿富汗给大家的教训就是 美国不可靠啦 而且他还问喔 兵临城下的时候你蔡英文逃不逃 逃不逃 逃不逃 就是他感觉上不选主席有点可惜啦 因为他发言量比朱立伦和江启臣要多很多 然后这是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他说美国抛弃过多少自己的盟友 关键时刻会不会也抛弃台湾呢 看起来胡锡进跟赵奥康的 我那个基础点发言的方向感是相当的一致的 那朱立伦刚刚已经看过了嘛 江启臣说在国民党的领导之下 台湾不会变成阿富汗第二 他们比较着重在国民党的这个 内部的凝聚能量 这两位他们的立场上面比较像是 看虽美国也看虽台湾啦 那我想请教一下千惠 你怎么样看在国民党里面的人 这些各式各样奇奇怪怪的发言 我想要讲一下 因为你刚刚说赵套康是说什么 阿富汗可能是台湾的前车之间 你知道他今天又在加码了 天哪 还有啊 他就是脸书一直发布啊 他说如果1949年 如果国民党不来的话 就是共产党来 那共产党来的时候会怎么样 就会死伤非常多人 所以他才会去问蔡英文说 所以呢到时候濒临沉下的时候 你是要战还是要和 那他前提已经告诉你说 如果不是国民党来 然后就会死伤很多人 那现在又告诉你说要战要和 那他是不是可以告诉你说 就是说他的脑子里的想法就是 啊万一今天打过来了 我们就是要投降 不然台湾就是没有出路 就会有非常多的一个死伤 但我觉得今天那个 就是说我觉得一直散播这种投降论 或者投降主义这样的一个心态 其实并不是很好 那今天那个包括说拜登出来讲话 还有包括说那个美国的安全顾问 苏利文他有出来讲嘛 就是说他其实已经帮台湾做一个定位 就是说美国在这件事情上面的一个表态 所以我觉得今天美国的表态 其实还蛮严重打脸了国民党这些人的一个说法 所以因为其实你很少看到说那个 美国会这么的清楚的界定台湾跟美国的关系 从之前苏利文我觉得啦 之前苏利文把台湾跟以色列比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已经是非常的 大家就已经很惊讶 我们怎么会是跟以色列在同一个地位嘛 因为大家都知道说以色列对美国的关系 或者说美国的重要性是不言可遇 那今天苏利文已经把美国跟 把台湾跟以色列比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你就知道说台湾在 美国心目中的一个重要性已经提升 结果没想到今天拜登又在加码 所以其实以色列可能还不够 就我们一直在拉高拉高 我们自己的能量包括说 其实已经跟韩国跟日本 甚至跟北约都比在一起 所以其实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说 未来美国在这个两岸关系上 或是那个亚太关系上 它其实已经不是战略模糊 大家可以说它已经是从 慢慢从模糊走向一个清楚的一个状态 因为我们可以知道说 其实台湾跟韩国还有日本 其实跟美国的关系其实有很大不同 因为其实美国在韩国或日本 它其实是有驻军的 或者说他们其实之前是有所谓的 军事同盟的一些条约或是安保条约等 但台湾其实是没有的 那今天拜登的这个讲话 其实就很清楚的告诉你说 中国你不要蠢动 万一如果你有蠢动的话 那未来我们美国会采取一些 什么样的一个策略 其实他已经很清楚的告诉你他的动作 不过我觉得今天那个江启臣的说法也很奇怪 因为他刚刚就江启臣说他觉得 拜登说的不够清楚 我不晓得拜登的讲话大家有没有听得 就是其实他已经很清楚的定位 台湾跟美国的关系已经够清楚 但江启臣却 我觉得他的说法就是说 说拜登不够 拜登你不够 对你要更清楚一点 你要告诉我说 多少大飞机来之后 你会怎么样出兵 或是多少大这样 对他需要说 你要有更清楚的表态才可以 我也觉得也蛮奇怪 就是说国际关系 好像也没有人这样讲说 你派多少飞机来之后 我就要派多少飞机过去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好特别 对国民党在这个事情上面 其实是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失分啦对 请教一下明显 就是说不管是朱立伦 或者是江启臣 其实他们都是流美的 他们的路线 其实也不断的告诉社会说 其实国民党要走的就是一个 亲美然后河中这样子的路线 但是这样子的谈话表现出来 会让整个台湾人民觉得 没有啊 你嘴巴里面在那边讲 亲美河中 结果其实看起来却是亲中仇美 会不会有这样子的疑虑 其实我觉得国民党 要去正视一个问题 就是说现在当然美中对抗 那美中对抗 包括台湾 包括日本 包括南韩 他的战略价值一定提高 第一岛链的所有相关的位置的国家 周边的国家 一定战略位置会提高 那美国跟台湾关系很友好 相对的对现在执政的民党 一定是会加分嘛 所以在业党必须 国民党必须都认清这一块 当台湾的战略位置提高的时候 跟美国关系越友好的时候 美国对台承诺越多的时候 你相对的这些非不会挂在谁 那你觉得拜登讲 够不够清楚了 江起承觉得不够 那当然见仁见智 我觉得已经美国总统做这样承诺 已经过去算是比较少见 是啊 除非建交的时刻 包括中美共同防御条约那时候 那是有邦交的时候不一样 那我们一些国民党的朋友 我们自己人让人对于说 他们就是 民党如果有外交突破 台美关系更好的时候 会落差 会有点眼红 我觉得说民党加分 我觉得加分就加分就正式 因为民党的加分就是台湾整体加分 毕竟在执政嘛 那我就说该监督是包括要去补强的 要做不好的地方 我就说可以去建议的提良性 建议 比如说现在台美关系很好 台日关系也友好 可是对于如何降低两岸敌意的部分 这是民党可以去做得到的地方 我觉得如何降低两岸敌意螺旋 这可以有带努力的地方 那民党做得好你就鼓勵啊 做得不好的地方 你再去把它盯住 我觉得这样的在野党跟执政党 比较会良心互动 否则变成 台湾内部的在野党蓝绿之间 也变成一个敌意螺旋升高 我觉得这也不是很好 也的确啦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 这个是美国共和党的众议员 他们其实不只是古登 他们还有其他的议员 他们也认为说 美台关系应该要正常化 正式建立关系 美国要重申对于台湾的承诺 而且这么做 不需要经过中共的允许 也就是说台湾跟美国之间 这个关系的更紧密 更粘着 然后更提升 其实是美国内部主流的这个意见 还有在日本 日本时报报导说 自民党规划跟台湾执政党 民进党举行线上2加2安全对话 这也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也就是说台湾在美国 或在日本的眼中 其实那个重要度 都是不断的往上跳 往上跳 往上跳的嘛 那某种程度也是因为台湾自己 也还算蛮自力自强的啊 我们飞机也在国 也在自己建造啊 我们潜艦也要自己建造啊 我们国防也在自主啊 我们也持续的去跟人家买军工 也就是说自主 然后添住 然后友一起来住 说这些事情 其实应该是一件好的事情啦 那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委员 怎么样看待说 那国民党的这些谈话 会不会其实对国民党的支持者来说 会越来越收敛 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这件事情对于台湾整体而言 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想所有台湾人民都会认同 就是我们建立 跟这些美国日本这些友好的关系 这个是对台湾的整体利益是好的 我想大家都希望建立 那这也很难得 因为台湾的民主化成就 台湾的经济表现 台湾的防疫以来的 跟世界各国的共同 互助的行为 其实得到了世界各国的认同 那但是国民党的领导阶层 我觉得这个很可惜 就这一次党主席的选举 你看到主任 然后江启臣刚刚几个发言 都有点忽略掉这个国家 整体利益最优先的这样的一个原则 那反倒是有点像 他的少数的去靠拢 包括刚刚提到 看起来都是为了党主席的选举 所以包括出现了1949这样的言论 1949那样的言论 谈论其实在讲述着 国民党好像对台湾的功劳 对他 但那个其实是在撕裂跟分化 好不容易这件事情 慢慢的大家比较 没有特别再去那个 那要谈1949国民党的公共 那恐怕又一番 又一大番的内部的争论 那我觉得这个并不利于整个 所以我才说我觉得就 国民党这些 他们两位都是留美的 也都是资美的人 照理说应该很清楚 知道我们在这个时候 对于美日的关系的重要性 那不应该这时候去挑动 为了一个党主席的选举 去挑动 去影响到台湾的最大的国际 美国做这件事情上面对 台湾的包括最大在野党 国民党发现 所以为什么拜登要出来讲 好 往好的方向讲 因为国际跟甚至台湾内部的 这个言论逼得他必须出来 做对台湾更多的清楚的说明 可是另外一个层面也是 他可能也开始会去质疑说 你台湾的最大的在野党 你台湾的为什么 在这件事情上面 竟然对美国有这么大的一个 质疑跟那个 我觉得这个 这个在未来长远的关系上面 这个 台湾的政党轮替 将来都有可能会再产生的 那作为最大的在野党 将来都有机会成为资争党 那你这样子 影响到了对美的关系 我觉得长远来说 对台湾不是一件好事 而且国民党不是一直在讲说 其实要设立党在美国的驻美的 驻美的办事处之类的 然后感觉上好像要跟美国当好朋友 可是在当好朋友之前说 你这朋友不太可信 我们要信赖 你一直在戳他 你一直在戳他 这个一定是很不舒服的 对我觉得对国民党来说 还是应该要走一个 比较中间的那个路线 会更能够扩大支持的基础 不过要短短的请教委员 这个民进党要跟日本 2加2安全对话 这是要谈什么 其实他就是希望 谁要去谈 他还在规划当中 因为这一段时间以来 其实我们从疫情看 日本会捐助这么多的 这个疫苗给台湾 真的是非常的友善 所以美日的 台日的关系 最近走到非常的好的一个地方 所以其实会越来越多的这个 我想这个已经在进行相规划了 从知名党跟民党之间的 那透过两大执政党之间的一个 线上对话 也希望去距禁这个两岸 在台日之间的关系 能够更上一层楼 而且我觉得看起来 日本跟美国 好像都越来越没有在管中国了 所以中国一定会很生气 咳咳咳咳咳 可是我没有在管你 我就是要跟他们2加2 安全对话 有一点这种味道了 其实这也是台湾这几年来 真的不管你在经济 在整个科技 在民主成就 各方面被得到肯定的一个结果 好的 先稍微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本周前20强 声量最大的政治人物 有哪些人新进打 好的 请立姐来跟我们分析 这礼拜的特别之处 好 这礼拜的话 其实从上礼拜的国际赛事风 现在变成追国际政治风 大家都一定要讨论到阿富汗 那最重要当然蔡英文的发言 总统的发言就是说 就是我们是不会 依赖别人的保护而已 这不是台湾的选项 所以他还是维持在第一名 那当然就是第二名的部分的话 变成了苏贞曹 他上升了六个名次 因为主要他 就是也是阿富汗言论 以及就是相关的振兴券 就是还是让他上升到了第二名 那新进榜 再进榜的话 像是王世坚的话 也是因为他批评了 台湾不是阿富汗 而且他跟他是同一组的 他都骂他 是的 他又批评说 行政院怎么可以推出 所谓赠兴券 应该发现金 怎么一直想要推赠兴券 那以及再进榜 像是王伟哲 林志坚的话 就是王伟哲的话 是因为斯卡罗 斯卡罗的部分 因为大家都说推荐斯卡罗 可以就是一个重要的史诗大剧 但是为什么 王伟哲会因此而上榜 因为他在台南拍摄的 所以他是台南市长 那林志坚的部分的话 主要是因为新竹的灯会 所以他也再次的进榜 那在国民党这个部分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赵少康 非常的前面 他来到了第六名 因为主要的话 他一直往中间挤了 对 没错 他往上挤的主要原因 这个礼拜 当然我们刚才讲到 国际政治风 他追的就是所谓阿富汗 因为他表态非常的明显 而且非常 第一个就开始骂说 诶 台湾应该要 以阿富汗为前车之鉴 是 所以上升到了第六名 而且赵少康都打第一名的蔡英文 所以他自己也串很快 是 是 是 因为其实要找对对手 那朱立伦还有江启成的部分 只是跟着他后面走 那朱立伦主要就是1949的言论 所以让他也再次上升 到了前十名 第一次在前十名 结果最好笑的是 他是现任主席 他是要选主席的挑战者 他是没有要选主席的 结果他们的排名 竟然是整个倒过来 没错 因为他在更里面 你可以看到张启成 其实在外面 外围一点 反而被挤出外面 而且就在朱立伦的后面 这个对国民党来说 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请自己思考 好 所以在当中的话 其实就可以看出来 就是这礼拜的话 吹的其实整个就是 是国际政治 了解 非常谢谢丽杰 不过我要特别提一下潘蒙安 为什么呢 是因为今天指挥中心有特别讲到 我们的境外移入都是Delta病毒 对 你看看现在国际上面 被Delta摧残成怎样 台湾守住了 而且Delta曾经进来过 Delta曾经在台湾扩散过 但是Delta在台湾消失了 被它消失的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 而且是有点独步全球 在国境之难的时候就被守住了 对 所以这件事情真的是 台湾的骄傲 好的 非常谢谢丽杰 跟我们分析 本周升量最大的政治人物 所以回到这个疫情的部分 现在台湾坦白讲 疫苗的数量的确不是那么的充足 还是会有一些货来 然后这些国际上面 我们自购的这些货 数量可能不是很多 但是这个时候 我们国产自己的高端疫苗 23号下礼拜一就要开打了 那么可是在过程当中 还是不断的 有非常多的声音在质疑说 不行啦 白老鼠啦 好可怕啦 没有第三期啦 甚至今天 又有一些团体跑出来说 希望能够撤销这个高端疫苗的 EUA紧急这个授权 那在过程当中 不断的说 这个国产疫苗很危险啦等等 其实我认为这些声音 对台湾社会是造成一些影响的 但是它会不会连带的影响了 台湾的疫苗的覆盖率呢 这件事情我想请教一下千惠 就是说 因为现在我们的疫情控制的还不错 所以应该趁此机会 赶紧增加我们每一个人 打疫苗的这个数量 这样子大家就安全啊 我们就比较能够处在一个更 相对安全的环境里面 可是高端这件事情 呼吁它说要撤销它有EUA啦 它好危险啦等等的 你判断说这件事情在整体台湾社会里面 造成的影响是怎样 我觉得啊就是说像你刚刚讲说 有些人要发起所谓的那个撤销EUA 那个高端EUA的那个公投 然后今天江启臣还去联署支持 我觉得基本上这是个假动作 因为高端23号就要去打了 那你现在在跟在日幅上说 那我要撤销它的那个EUA的那个公投 没有疫苗没有意义嘛 因为你公投都还没有成案 什么时候办都还不知道 人家疫苗已经打下去了 所以我觉得要回到是说 你刚刚讲说 对现在世界各国都被Delta 肆虐得非常厉害 因为你可以看其他那个 我们的周边国家 你看像日本 日本也是因为Delta的关系 它的那个疫情里面 有九成都是Delta 对它的医疗体系已经要崩溃了 韩国的也是每日的那个 确诊的数量都增加了非常多 甚至包括越南 他们也是每日这样几万例的暴增 可是你看看台湾 现在有Delta进来吗 除了就之前的那个屏东 被挡住了 对就是已经整个被那个卡 被封就是禁得很干净 国境管理管理 所以其实台湾的防疫 真的是做得很好 但如果是要这样子的话 那为什么要 第一个一直要唱衰 我们的那个防疫的那个作为 然后再来是说 要唱衰我们的一个国产疫苗 因为你看那个苗栗县议会通过的 这个临时动议 说什么要施打疫苗 要经过国际认证 然后呢不要让那个苗栗的那些市民 来打这个疫苗 其实你知道这个临时动议 第一个没有局属力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通过这个 对这个苗栗现在是有在独立了吗 就是他自己通过一个临时动议 说不行 意思就是说 反正你高端不准在我苗栗打 这个对但问题是 他的卫生局说 没关系我们23号还是继续要打 就不晓得说 他做这个动作的原因 到底是要什么 而且我觉得疫苗是一个很专业的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应该要让 懂疫苗的医生或是专家来发言 听他们的意见会比较重要 其实你可以看看 就是说其实现在 全世界都在缺疫苗的状况 尤其是美国已经宣布在9月的时候 他们要打第三剂了 如果在打第三剂的状况下 就会告诉我们说 其实未来的疫苗会更缺 对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不是更应该要发展自己的疫苗吗 对不对 因为你知道韩国 他也去发展他自己的那个国产疫苗 日本其实也是 那对台湾来讲 我们总不可能是说 那我们又要靠谁来 我们赶快去再去给人家买 你知道那个国民党罗自强最爱讲什么 每次就是最爱搜蔡英文说 你看你都那个买不到疫苗 你都算靠别人送 你就算 他就很喜欢拿这个来去算那个执政党 那你既然要算的话 那你干嘛不让台湾自发展自己的国产疫苗 然后一直不断的畅摘高端或什么 我觉得这个心态其实还蛮可疑的 的确啦 就是说他能不能通过EUA 其实那个都是有专家在做判断的 那既然科学数据可以让专家认可的话 倒是也不必这么多的政治的判断进去 说不可以不可以 你不准这样子打 而且我相信苗栗县应该也有一些县民 他们是登记高端的吧 那如果他登记了高端 可是县议会说不准 你不准给我打 这不是很奇怪 不是变成议会 却罔顾了县民的主观意愿 这件事情感觉上有些矛盾 先稍微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来 欢迎回来我们来看看本日最发烧 网友们最关注的几条新闻 第一个阿富汗妇女将婴儿抛过铁丝网 求因官兵救援 这个看着真的超难过 后来结果这个小婴儿就被放在 那个一个蓝色的塑胶桶里面 可是他的妈妈就不见了 不知道跑到哪边去 因为可能就逃难嘛 那个时候就乱七八糟 所以小婴儿的下落 我觉得好让人 好让人担心 第二个 20岁以上可以预约打高端疫苗 8月23号就正式开打了 蔡英文会去打 她8月23日预约到了 第三个 若1945 美国民党 陈伯伟说 变美国的第二大州 第四个 松山分局和解 黑人陪一台银幕 喊8千元 这个事情已经很大讨论了 台北市議員等一下讲一下 第五个 大麻酸柴油入侵大学校外牛肉面老板 竟是大毒小 天啊 那吃他的牛肉面还好吗 来 第六个 这个很多人也在讨论 我看网路上面 丁一鸣不起诉的原因 因为地检署真的跑去查了 那个牛啊 黄酸团牛肉面使用的牛啊 在养他的过程间 是真的有使用来剂 只是最后面要宰杀之前 没有使用来剂 所以他检验出来的那个标准 是合于我们的标准的 第七个投保薪资2.4万元以上 勞工有条件里1万元 我想请教一下委员 就是说 丁一鸣的这个事情 其实也让执政党受伤不少 当时 然后呢这个事情发生 地检署去查了之后 其实黄家传承也很不高兴 他就说 可是我们拿到的检验报告就是这样啊 那他们也很 他们也觉得自己充满了委屈啊 他其实这个 我觉得台湾的社会已经走入到了更 就事实来证明 那事实上 当时第一名其他主要的目的 是希望去呈现说 其实 台湾的牛肉面 第一名拿冠军牛肉面 其实他用的也一样是有 过去有吃过来剂鸟鸟的这个牛 所以表示说 未来即使萊猪进来的话 只要在这样标准下 其实跟 萊牛是一样的 都可以是符合标准的 他其实想要凸显这个事实 但是当然 但当时就会变成被 店家好像说 你去影响到我的商议 对 事实上 这件事情 后来也 警察官定也要去查明事实真相 如果确实有 有捏造一些不实的东西的话 那当然对他影响那么大 应该要 就要给予起诉 那后来 查明事实真相 确实 皇家传承牛面 他确实用的是 当时的饲料是含有萊气 只是确实就像你讲的 他在出来前的时候 他有一段时间是不再使用 所以在整个测量过程中 是不会量到 因为牛自己就把他排泄掉 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安全的 处理的一个程序 在视频上安全处理的事情 所以表示说 其实这个的萊牛跟萊猪 其实同样的状况 都是同样一模一样 所以也还给了丁一鸣 算是一个 他当时好像被整个社会 对他这么样的不体谅 事实上 他讲出了一个 大家不爱听的事实 但事实上 确实他讲出的是事实 不会因为他当时是行政法人 他一讲出这个 招待记者会的时候 大家其实还满震撼的 所以后来就是因为 为什么定人回去查 因为他被告 那蓝营的这些名义代表 就跑去告 是蓝营的名代 跑去告定一鸣的 所以才会去查这个案子 那可是因为这件事情 就变成说 萊牛跟萊猪是不是类似 就是你只要符合检验标准 其实你吃的是 不会有身体上面安全的疑虑 那他会不会影响到说 国民党提出来的那个公投 这件事情对于 国民党一直在推这个公投 会不会有比较不利的影响 林贤 其实萊牛跟萊猪还是比较不一样 因为台湾人吃猪的比例还是比较高 量比较大 量比较大 1比6 地方确实 当然整体的国民党的社会形象 当然没有拉起来 确实很多在风向上 对国民党相对不利 可是在公投 萊猪公投上 这个相对当然是 国民党也有发动也有力量 可是在基层 真的婆婆妈妈对这个议题 还是会有关心 所以你说 这一个新闻事件匿名不起诉 会不会影响到年底的萊猪公投 我觉得可能影响性不会那么大 该会不会出来投的 你说因为这个事情降低公投的投票率 我觉得倒没有那么绝对的关联性 第一个这个新闻会淡化 因为距离公和还有点 对 也是 年底才投 对 而且年底的萊猪公投 对婆婆妈妈还是有影响力 所以我倒不认为两个之间有 比较那么绝对的关联性 松山分局这个 这也有点满瞎的 也就和解人了 对 就是和解人 虽然还有冲警察局 砸警察局还有公订价 就赔一台荧幕 还有那个8000块就可以和解 这个太奇怪 因为当时那个画面看起来 哇超嚣张的 近距里面就直接这样子砸来砸去 对 这个新闻出来 后来松山分局又有发个新闻稿澄清 说没有和解这回事 而且检察官也认为说 这没有还起诉 检察官认为这个事情有重大争议 所以对那个当事人 砸警察局 那当事人 可能还是会有进入行者的部分 所以 这事情不能这样就和解就算了 而且这整个过程中 除了警方跟黑道之间的关系 你搞得太密切的话 所以现在警察局 台北市警察局在大吊动 任期满六年就要强制调理 你不能在地盘根挫节 然后跟在地的势力 或其他的黑社会 你搞得太好 这也不行 我觉得该整顿还是要整顿 好 我们要来看下一张 为什么要看下一张 是因为有一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千惠 因为千惠 跑千惠跑蛮长的时间 我比较好奇的是说 下一张 这是连胜文 连胜文他辞了智库的副董事长 然后他也发了一个签字文批党中央 那我的疑问是说 现任的党主席江启成 他要寻求连任 可是看起来有一些 有一些不太妙的状况 他的副秘书长严宽恒 一开始就也辞掉了 然后现在智库呢 连胜文也辞掉了 这个党中央怎么亲近的人 全部都跑掉了 有一点离他而去 怎么会 通常我们会觉得说 现任者应该都会比较有优势 可是为什么国民党会搞成这样子 所以现在看起来 大家已经很清楚的是 要选到朱立伦那里去吗 所以我 这应该问国民党才对 不对 还是大家都跑到 孙文学校董事长那里去 所以其实他这个动作 可以看得出来说 这次的国民党主席选举 大家就是很清楚的效应 就是西瓜往大边走 对不对 其实都已经知道说 那个最后选举结果是谁出来当选 这已经是无庸置疑了 所以我觉得连胜文 当然这样子 智库董事长的 副董事长这样一个动作 当然会有一些 指标性的一些影响 因为包括说他过去 比如说他可能会 签送到黄复兴的票 亲公会 还有一些地方派系的 可能大家就会看一个风向 可能就往朱立伦那边靠 其实你可以看到 朱立伦那天登记的时候 他背后站的其实 你可以就包括说一些黄复兴的 还有一些军事的 其实都站在他的后面 那过去这跟好像跟朱立伦 好像不是这么的那个 可以match 所以他算是把党内都已经 所以其实差不多已经整合了好 所以我觉得那个国民党 那个主席选举的那个 西瓜效应已经出来了 而且在那个 这样子人要选 要宣布连任之前 其实就已经有非常多的风声出来 说有人开始要劝对他说 你不要来参与这场 那个党主席的选举 但被他驳斥了 当然是他驳斥了 但是有这种风声出来 这就表示说 其实党内某一种 有这样一个声音出来 其实这对江启臣来讲 其实是还蛮不利的 那你也可以看得出来说 那在这个一年多以来 那江启臣是不是做的这个主席 没有获得国民党里面的 国民党的党员的一些心 就是说他可能觉得说 这个国民党在这一年多当中以来 没有战斗力 或是说在一些议题的选择上面 他没有取得一些领先的地位 或是说取得一些发言权 然后让这个整个国民党 那个态势一直落下去 因为你可以看到很清楚是说 在这一年里面来 党中央的政策跟好像 国民党立院党团政策 好像通常都是背道而驰 其实我一直以为 这一年多以来 他们的主席是废宏泰 或是陈玉 你知道吗 对 有这种味道 他那个摆面上面 其实我都不太知道 那个江启臣 他们的 废宏泰的曝光度比较高 对啊 所以我们都要骂的同学 他是党团的总招 所以曝光度 不是因为他要骂什么 就看废宏泰今天讲什么 可是常常会忘记说 江启臣你今天有讲了什么 所以其实我觉得 凸显了国民党现在 一个主席选举的困境 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朱立伦被视为 很可能会选赢 这对民进党来说 会不会比较害怕 賴委员 但是 但是 从整个社会上 其实他对这件事情 没有太大 我觉得关键还是在于 国民党内部 他自己本身做得好 强或不强 因为其实 现在大家看来好像 朱立伦也有他的包袱 我觉得这个关键还是在民党的事情 就是你在辞政上面能不能把 继续经济继续搞好 现在经济状况还不错 能不能继续搞好 那疫情能不能控制住 那另外这样子 从统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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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